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6月16日 星期三 大家都知道 我們這個頻道一直都很關心經濟話題 因為我們除了政治之外 民生其實是 最重要的一件事 但是如果你不關心政治 民生方面就一定會遭受很大的損失 甚至乎如果你不瞭解政治 你的民生 你的經濟 都會受到政治的影響 所以我們才以政治為主 當然 這個經濟話題也是我們這個頻道的主要探討的一個 話題 因為很多人 以往很多時事的人 他們對於經濟就不是很認識的 當然我們也不是說自己很厲害 問題是我們一直以來就有接觸過 比較多內地的生意人 或者內地的跟 生意人打交道 變成我們 對於經濟方面 都很敏感 所以 我們 大家都會發覺我們的頻道是比較多經濟話題的 我們今天 將一條 指同觀音的影片上了 也有很多網友有很多feedback 宗教問題我們不說 因為 我當作是一個 古董去看待 首先也要多謝信德國我們這位澳洲的華僑 把一個那麼貴重的東西交托給我們 我們就把他運到台灣 也要多謝台灣的網友 王先生 因為他也幫我們 保管著這件事 當然大家也是基於一個信任 到時我們在台灣 如果真的可以有機會 安排 公開給別人參觀 現在暫時也不會有疫情問題 說起這些 古董 收藏品 其實我一直以來 我也是一個 其實是一個行家 當然如果純粹是古董 古董 我是 不熟悉的 這是真的 我以往 比較專門做郵票 錢幣 紙幣 鈔票 主要是 港鈔 錢幣方面其實也是 涉獵一下 但是不是很專業 不是很專門 所以 我們有些 朋友 之前托人帶了他們英國 拿了給我的 民國的銀員 金幣 我們在網上查 不得了的價值 是高到嚇死人的 最高的價值 是高達 千萬 過千萬 當然也是網友信得過 真的很想得過我們把這些貴重的 這些銀員 交代人 拿來給我們看 我們有機會 開一節跟大家講解一下 大家研究一下 多不少可能你家裡也有 這節想跟大家說一下大陸經濟話題 之前一說恆大 恆大 企業的債務總額高達2萬億人民幣 而房企根據我們內地官方的這些數字 或是銀行方面的 高層朋友 告訴我們 他們看過的數據 中國頭二十大的房地產企業 全部欠債都過萬億 是全部都過萬億 如果你說一萬億 起碼都欠20萬億 頭二十大 這樣的一個 規模的欠債 大家想想一下 爆起煲上來 絕對比起雷曼 是厲害很多倍 不過這次因為全世界量化寬鬆 銀子變了值 薄了 所以 大家對於10萬億 20萬億的概念 越來越模糊 10萬億是甚麼一回事 很誇張的這個數字 我們要跟大家說一下 現在 大陸的債務危機已經出現了一種 大到不能倒 但是 已經 不再大到不能倒 為什麼 以往 雷曼的時候 真的叫大到不能倒 但是政府不夠 所以就引犯了全球的海嘯 這個海嘯衝擊到美國 衝擊到歐洲 衝擊到亞洲 全世界 香港當時也試過跌倒了 樓 股 甚麼都跌倒了 但是 全世界為了舊市就推行量化寬鬆 無限的銀金 無限的資金 湧入這個市場 使得 現在的規模 債務的規模 以及股市 樓市 規模 市值比以往大了很多很多倍 所以現在的泡沫一旦爆破 當然是比08年的海嘯更加強勁 是不是 高盛出了一個報告 中國不會再大到不能倒 意味著 多大都可以倒 這個才是危險的訊息 因為 現在大陸的企業是連環的爆破 連國家銀行 國家隊也不還錢 大家想一下 接下來的處境 是不是很兇險的處境呢 當大家都不還錢 經濟怎麼運行下去呢 是不是 不還錢 如果你是私人的企業 不還錢 就反而是小事 但是如果你是國家的 企業 不還錢 就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 我們跟大家說說 說之前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中國銀保監主席郭樹青 上星期就說 大陸的房地產吹向泡沫化 金融化的情況 很嚴重 違約比例上升 加強了信貸風險 美資大行高盛也表示 自從19年以來 大陸國有企業的違約個案 明顯增加了 同時一些近期未能償還貸款的借款人 例如華夏幸福 都背著很高額的未償還債券 意味著大到不能倒的概念可能不再適用 而政策制定者 不太可能全面救助 即是他也看清楚大陸中共已經在放風 任由他死 大家知不知道現在中共 向各大銀行發出了一個指示 就是 恆大 大家準備好新後事 例如說大陸的最主要幾個地方 上海 深圳 廣州 這些幾個融資大的地方 北京 其實 都是很多人已經借不到錢 我們的朋友在上面做生意的 現在的銀根 比兩三年前更加緊 當時我們在上面做這類型的生意 都已經感覺到那種銀根的緊 個個都借不到錢 很難才能借到一筆錢回來 轉眼也要還債 郭樹清 銀保監主席就說 這個 金融風險是越來越嚴重 國際評級機構惠宇發表研究報告 統計今年首四個月 11家內地房地產企業 他們境外和境內的違約債券 本金分別是325億人民幣 以及48億美金 當中 僅僅是兩家公司完成了違約債券的儲置工作 只有兩家公司完成了違約債券的儲置工作 只有兩家公司有儲置 未必還錢 是跟別人達成了協議 可能是下期還 或者是再加利息 再遲些還 儲置的工作不是等於還錢 所以 他們 他們是透過債券支援來達成的 變成 現在的房地產企業 是十分之危險 因為 他們 已經是搞不定 資不抵債 甚至乎爆起煲上來 連鎖效應 絕對可以在大陸捲起一次 大陸的次案風暴 甚至乎更加厲害 劉慧表示 上述11家境內或境外的債券違約房企 有五家是從事商業和旅遊地產 大量的 商業和旅遊被打擊得最嚴重 工業園區和貿易中心等非住宅建設 這類業務的資金回路周期明顯較住宅是長的 因為很多時候 寫字樓 以長線收組為主 很少一推出就賣光 香港的寫字樓就會賊售 大陸 香港不是很流行投資者動動寫字樓 或是一層層寫字樓去炒 香港的投資者 例如力寶建出來就賣光了 例如軟金 黃九 比較出名的寫字樓 信德 他們炒起來 當時一推出來就賣光了 全部是賊售 現在還有很多二手市場 而新的寫字樓 現在最多供應 就是一驚 以九龍灣 或是觀塘 發展 工廠改建成的寫字樓 他們最多就是一驚 拿出來拆售 一出就賣光了 但是大陸不同 大陸的寫字樓 他們的回路周期很久 他們沒有人跟他們一堂堂買 要麼基金跟他們一堂堂買起 要麼拆售 也不會很緩弱 因為大陸人對於買寫字樓的概念很模糊 他們還是偏向買房 買住宅 所以 這幾間不是住宅的話 基本上是首當其衝 他們資金回路不了 當然沒有錢還 當然要拖 以這個泰和集團為例 去年7月6日首次違約 目前違約債券的本金到了176億人民幣 惠玉表示這家公司專注於中高端住宅開發 業務定位的周轉 顯著下降 跟一些 一線和比較高端的二線城市比 他們的限價政策 令到他們利潤上升空間有限 因為不可以買得太貴 另外 以地區而言 11間違約的房企有5間的可受資源 以及 土地儲備 集中在個別地區 這個主要是一個地區性 全國性就好一點 因為風險 比較可以分散 而這些是地區性的 房地產企業就麻煩了 例如 華夏幸福 和益達中國 這些 房企主要集中在河北省和大連市 當然 受著政策影響 當然是不行 有些高端的二線城市 例如天津 合肥 以及長三角等比較發達地區 他們的優勢也不行 韋宇說 在內地 造成內訪的原因 違約的原因 很多都是 多元化經營不適 公司管治薄約 以及激進的投地 太貴了 搶地太激進了 這幾家房地產企業 有四家在違約前已經展開多元化經營 但是 他們就叫做不務正業 可以用一個形容詞 例如收購醫療 製造業 零售和資訊科技 部分房地產開發業務協同效應很低 回報率也不足以彌補債券上槓桿上升的影響 所以其餘房企 大部分是2020年 第三季開始相繼發生違約 而處置違約工作很多都沒有進展 因為你這些東西也沒有人要 你想跟人換債券 人家也要看你換一批 下一批債券 也不能還的 那我跟你換 當然不理你了 來到高盛 高盛的分析師 在上個星期五就作出了一個報告 他說19年底以來 中國國營企業的債務違約持續加快增速 例如華夏幸福這些 公司 近期未償還債務 很多是在 海外流通的債券 即是說 他跟官方的默契也是可能覺得 欠外面前 不用還 不如這樣吧 不還 所以 官員想幫 很多時候都選擇就手旁觀 我幫都幫助大陸那些 你那些欠境外 不夠還 隨著中國華融資產管理 他們的財務報告公佈了之後 使得整個債務 中共政府處理債務 那個 那個說法 或者那個 取貸 是有一個很大的改變 以往中國政府為了繼續想發債 他們 是不想那些企業在海外 尤其是海外的債務 希望盡量還 免得被人唱 中國現在沒有錢還了 以後就不用再借錢 但是他因為 大陸的問題同樣嚴重 他大陸是會爆煩的 所以現在中國的 中共的取態 有機會連海外的全部都不夠 你欠海外的 發行美元債 歐元債 日元債 所有的海外的債務 全部都不扔還 有得你爆煩 他現在所有的外匯 所有的錢是保住內地 讓大陸的銀行 不要爆煩 保住大陸銀行 就是有得外面的投資者 不過 其實這個政策 是會使得中共 面致更加大的風險 因為 你是保住了國內 但是全世界不跟你做生意 你想想 原來你爭外面的債務 你是奉之不還的 以後誰敢來投資 誰敢再借錢給你 當然 這些外資不被人割過一棵大的韭菜 他們是不知痛的 所以 現在高盛開始害怕了 接下來我們會看到 很多的外資有機會加快在大陸撤走 又或者 那些銀行 投行 他們會加快撤出大陸的部分 在大陸的資產 馬上賣 你欠我的錢 我就馬上賣 無論怎樣也要追回來 無論用甚麼方法也要追回一些東西可以換錢 如果不是 一個不小心 你就說不還 賴債 血本無歸 所以 接下來的最大風險 是在大陸 這一節 說不完 這個話題其實我們會繼續跟大家跟進 中國 如果一旦不還外資的 債項 是會引發一個很嚴重的 跟鴉片戰爭 不會差很遠 這節時間先說到這裡 拜拜 拜拜